各位同学好 那最后呢我们介绍一下 方圈跟速率 那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式子呢 平均动能 它可以写成 2分之3kbt 但它也可以写成 2分之1mv平方 对不对 但这里的v平方呢 是加上平均的符号 它是每一颗粒子的速率平方 全部加起来在平均的 那如果 想要估计一下 这一块氧气或这一团氢气的速率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速率来代表 这些空气粒子 这些气体的粒子 它的速率有多快 其实就可以用这个 v0平方来代表 我们把v平方 的平均放一边 另外一边就会剩下 m分之3kbt 再开根号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 它是 它的单位 它的单位现在是速度的平方 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意义是 1号粒子的贡献 2号粒子的速度贡献 加到n号粒子的速度贡献 再去除以m 所以它的单位会是 速度的单位的平方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回速度的话 变回速率的单位 就要给它开根号 我开根号完 我们右边就会变成 3kbt 去除以m 这个就是我们的 方均根速率 那为什么叫方均根 就是因为它有平方有平均 又有开根号 那它除了等于m分之3kbt之外 它也可以 把k 写回 r除以n0 在我们上面这里呢 有介绍说 我们把 气体常数和亚佛加绝数的比值 称为波茲曼常数 那我现在把这个 把这个 波茲曼常数写回去 变成是 r除以n0 所以变成3rt 去除以n0乘上m 变这样子 那n0乘上m 就是亚佛加绝数 去乘上 一个粒子的质量 所以它这里算起来 其实是 银莫尔的粒子的质量 银莫尔粒子的质量 其实就跟它的分子量 数字是一样的 银莫尔的粒子的质量 就跟它的 分子量数字一样 对不对 像银莫尔的氢 银莫尔的氢气粒子 它的质量就是 它的分子量2 那银莫尔的水 它的质量就是18 所以下面的这两个 下面的这两个 其实是 银莫尔的 某某东西的质量 其实就是分子质量 那我们把分子质量 用大M来表示 所以最后 又可以把它表达为 3rt 去除以大M 所以最后呢 就可以把方菌跟数率 也可以写成 根号 3rt 去除以大M 所以方菌跟数率 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个是 3kbt 除以小M 开根号 另外一个则是 3rt 去除以分子质量 再开根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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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